他说过来 我说我一样 看了什么 我就把他 把他说了 我说他自己的个一起走 对不对 他起不走啊 我那个说的他起不走 说好你道歉 好我给他说 就是那个句话 然后我当时 我骑得很生气 邻居小孩 偷偷拿走自家的平衡车 没想到孩子家长 还死不承认 甚至把平衡车的主人 骂了一遍 当证据摆在眼前时 立马没了当时 高傲的态度 镜头前这个 十分恼火的是谢先生 也就是平衡车的主人 当记者到来的时候 虽然谢先生 已经要回了自己的平衡车 但是心中的怒火 依旧没有消除 以为家长面对事情的真相 依旧是狡辩 难道承认自己 没教育好孩子这么难吗 谢先生告诉记者 这款平衡车 是自己在2018年购买的 但是就在几天前 孩子告诉他 平衡车不小心丢了 谢先生一开始 也没当回事 丢了就丢了 但是过了两天之后 谢先生在小区里面 发现一个小孩玩耍的平衡车 和自己的十分的相似 可以说就是自己的 从谢先生的描述中 我们能知道 谢先生这款平衡车 可以说是小区里面独一无二的 毕竟当时花高价钱买的 谢先生一眼就认出来了 于是谢先生上前 叫住了那个孩子 让对方通知了家长 当时谢先生站在居民楼的大门口 等待对方的家长 原以为大人之间一碰见 就能把情况说清楚 毕竟是件小事 没想到事情还没完 他就直接说 我比较老女士那个 也不是他就是 我下面写的一个名字 他是他们的这个图件 根据对方家长所说 车子底部确实有一个记号 比写上去的姓名 其中一个轮胎上 也确实有一个图丁 于是对方就根据这两个记号 告诉谢先生不要冤枉人 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执 忍无可忍的谢先生 选择了报警处理 民警来到现场之后 谢先生直接展示 这个平衡车是自己的理由 我过来 我说我要看了什么 我就把他 把他说了 我说他自己的个人一起走 对不对 他起不走啊 我那个说的他起不走 原来这辆平衡车 可以用手机远程操控 谢先生告诉对方 现在车子自己锁上了 如果是你的 你有本事就骑走 能开走就是你的 本以为这应该能证明 平衡车是自己的了 没想到对方就是不认 双方在争执期间 还引来很多邻居的围观 但对方认为 就是谢先生搞的小把戏 这车到底是谁的 民警也没办法确定 只能暂时先将平衡车 带回派出所 直到第二天 谢先生和对方家长 以及民警一起 找到了平衡车销售商家 商家总能证明 车子到底是谁的了吧 原来平衡车都有一个序列号 于是谢先生出示了 当时购买车辆的信息 商家十分确定 这个平衡车就是谢先生的 你现在是你什么点 不是唯一 谁套 就是说 他的购买记录上来的 跟他这个系统上的 那个那个 房间的这个房间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这个购买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那个唯一 身份证的话 我估计我说不清楚的 是不是我的了 谢先生也感到十分的庆幸 幸好车子有这么一个编号 要不然车子根本就拿不回来 现在真相大白了 当谢先生想要对方一个道歉的时候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一句句的辱骂 虽然平衡车已经找回来了 但是谢先生越想越起 明明是自己的东西被对方占为己有 不给自己道歉还反被骂 回想起先前沟通中对方的一些言行 谢先生始终觉得难以释怀 所以谢先生找了记者想要曝光这种无赖 谁能想到对方竟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 表示这件事情就是一场误会 对方家长说 可能是小朋友之前在玩耍这款平衡车时互相搞混了 才造成了现在的误会 自己对此也不再会有任何的意义 记者把对方家长的解释告诉了谢先生 谢先生一脸无语 虽然没能等到对方的歉意 但至少证明自己没冤枉人 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编觉得遇到这类事情 一定要拿出实质性的证据 而不是一味的争辩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见